男人为了练就万剑穿心的绝技,竟将手不断插入树干,哪怕鲜血淋漓也不滚不顾,还生喷燃烧的木炭,烧伤嗓子,再用滚烫的抹布扑在脸上,好毁掉原本的容貌。 他在做的这一切,只是为了杀死背信弃义的大哥,替亲人好友们报仇血恨,宋朝末年局势动荡,为了反抗朝廷的暴政,义士们鸡肝而起,在义士与达兵的战斗中,有三位义士正好路过,随着他们的加入,战斗很快便取得了胜利,他们也因此获得认可成为飞龙寨的首领。 如果三位不嫌弃的话,我们希望三位能够上山来领导我们。 二哥向独步,剑法百步穿扬,剑无虚发,三弟精良,轻弓出身入化,飞身抓鸟如同探囊取物。 大哥马延庆,鞭法凶悍,一手龙卷风绝技,十米开外取低降手机,甚至还能将鞭子弄硬,如同常见一般使用,简直是攻守兼备。 三人都有驱逐达鲁,恢复汉士之心,有个个身怀绝技,便决定在飞龙寨中结为异性兄弟,还发誓谁要是背信技艺,就万简传心而死。 三人带着手下四处劫富济贫,几人凭借着高超的武艺无往不利,也在民间收获了很高的声望。 飞龙战也日益壮大,不过大哥并不满足于现状,想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,就必须深入虎穴。 他告诉两位异地,如果深入达子内部,理应外合联系各方异士,那么恢复汉士将指日可待。 眼下就有一个机会,元朝的沙贝兰郡主被封雷宝的熊长风炉走,父亲杀戮亲王,便召集天下勇士迁去营救。 谁要是成功救出郡主,无论出身一概推荐给朝廷重用。 大哥马延庆与熊长风有着交情,熊长风自知不是朝廷的对手,还发出请柬找他帮忙,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。 三人第二天一早便骑着马赶往封雷宝,马延庆当即说出了深入虎穴的计划,让熊长风规还郡主。 熊长风怎么都没想到,三人不是来帮忙,而是来找茬儿的。 双方当即动起手来,梁金鱼向途部负责解决楼落,马延庆提着长边迎战熊长风。 虽然风雷宝人数众多,但可惜没有高手,很快便被兄弟三人斩尽杀绝。 就连熊长风也死在了马延庆的长边之下,救出沙贝兰郡主后,马延庆让二位异帝先回去解散山寨,而他负责护送郡主回京。 三弟精良一回山寨,便找到一中人玉姑,拿出钱财让他和哥哥回凤阳老家,做点小买卖维持生活。 毕竟当土匪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 大哥马延庆因救出郡主有功,被封为了镇威大将军。 沙鲁亲王还告诉他,飞龙寨之前截获了不少军饷,如果能够捣毁山寨,他的前途将不可限量。 马延庆立刻开始复合,表示当初落草为酷也是逼不得已,现在心中只有朝廷,甚至还主动请鹰捉拿自己的两位异帝。 不明真相的两位兄弟向独步与金梁,在收到马延庆的信后,开始骑着马赶往京城。 殊不知,这一趟对他们来说是九死一生。 两个男人骑着马赶路,竟遇到土匪,光天化日之下侮辱妇女。 两人凭着超高的武艺成功救下妇女,可谁知这个女人乃是蛇蝎心肠。 女人告诉向独步,自己名叫沈一霞,丈夫死后自己便带着老管家回乡奔丧。 谁知,半路遭到土匪欺负,才落到这般田地。 现在他无家可归,只求向独步能够收留自己,哪怕为奴为婢他也心甘情愿。 向独步于心不忍便带着他走上一段,准备到了凤阳城再安顿他。 可谁知,沈一霞在得知他们的兄长是正为大将军后,便开始了俄虞奉承。 金良对此嗤嗤以鼻,便在饭桌上早早告退。 而沈一霞见无人打扰,便露出了狐狸尾巴,开始不断哭闹,要死要活地逼向独步娶了自己。 向独步不知是于心不忍,还是寂寞难耐,当即便硬了下来。 两人还借着酒劲消除了心中的欲望。 第二天,两人便在客栈中举办了婚礼。 金良心中不悦,但也没有多说什么。 不久后,三人赶到将军府,可马延庆并没有亲自迎接,只是让手下将人带了进来。 沈一霞望着气派的府邸,再次庆幸自己的决定。 而马延庆盯着他默不转睛,丝毫没有避嫌的意思。 这一幕被金良看在眼中,心中也有所猜测。 随后,马延庆布置好酒席,还给金良二人准备了华丽的衣服。 但金良不屑与达人为伍,拒绝了更换服装。 在酒席上,为了稳住项毒布二人,马延庆当即承诺, 只要稳定下来,日后少不了他们的升官发财之路。 期间还不忘和沈一霞眉来眼去。 金良见状心中不悦,他觉得马延庆已经被朝廷的金银财宝给腐蚀了。 隔天,金良在凤阳城中找到了预估的哥哥大虎。 大虎也毫不留情,将马延庆的事情说了出来。 原来,马延庆当上将军后,不仅没有体恤百姓,反而作威作福,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志气。 本来金良还有怀疑,不久后他就撞见马延庆的手下,再欺负百姓,他出手制止。 马延庆得知后,气不打意出来,而朝廷也下令,让他三日之内必须捣毁非龙柴。 于是,马延庆准备一不做二不休,抓捕金良二人。 不明真相的向独步已经走上了五大郎的深渊。 生病后,沈一霞趁机和马延庆好上,这顶绿帽子算是带踏实了。 可谁知,金良意外撞进了二人偷情的场景。 他不忍心向独步受骗,便却让向独步跟着他远走他乡,隐形埋名过上安稳的日子。 看到向独步还在犹豫,便将沈一霞偷人的事情说了出来。 向独步听后十分气愤,等沈一霞回来后,一巴掌将他扇倒在地。 而沈一霞也开始了他的演技,哭着说自己是被冤枉的,而且捉奸要捉霜,没有证据就是在血口喷人。 甚至还倒打一耙,污蔑金良平时对他动手动脚,说金良才是真正惦记自己的人。 说完还抽出宝剑,准备以死为证。 望着沈一霞声泪俱下的样子,向独步信以为真,与金良彻底决裂。 马延庆见时机成熟,便骗向独步,说自己在京中为他讨要了一门差事,让他前去领职。 向独步以为富贵日子在向自己招手。 殊不知,马延庆早就在中途安排好了杀手。 他一到查铺,四个杀手们便抽出长刀一轰而上。 看到手下不争气被相继斩杀,马延庆只好亲自出手。 他的长鞭攻防兼备,向独步毫无还手之力,被打得节节败退。 只是片刻功夫,便被抽得满身是伤。 最后还用鞭子缠住他的腿,将他扔在空中,并一鞭子捅穿他的腹部。 杀手间完事,便向马延庆索要费用。 马延庆没有想到,这几人事没办成还想要钱,直接甩出长鞭送他去领了盒饭。 事后,马延庆为了引金梁出来,将向独步的人头挂在了城墙上,还贴出告示,全程通缉他。 预估在发现后,立马跑回家中并告知金梁。 金梁又气又恨,并准备当晚前去报仇。 谁知,将军府早有准备,就等着他自投罗网。 金梁一进去,埋伏的士兵们便一哄而上。 一时间,高光见影,金梁只能且战且退。 士兵健壮立马扔出网绳将他困住,上面还有锋利的飞镖。 金梁躲闪不及,身受重伤。 被逼无奈之下,他只好击穿屋顶,将伤口的飞镖扔出,进行反击吸引火力后,这才摆脱困境。 金梁回预估家中疗伤,可鲜血却暴露了他的踪迹。 士兵前来围剿,大虎立马带着他逃跑。 负责断后的预估,落入了贼手。 不仅受到了酷刑,还被马延庆一番捉摸,最后寒红海中。 金梁与大虎得志后潜入将军府,准备报仇血恨。 大虎在院中拖住士兵,而金梁则去房中击杀了沈一霞这个淫妇。 在得手后,他返回院中与大虎会合,但在面对马延庆时,他却有些束手无策。 毕竟对方的功夫确实很厉害,那手长鞭可软可硬,简直就是攻守兼备。 他拿着长剑根本无法进身,而大虎这边双拳难敌四手,面对围攻也深受重伤。 见情况不妙,二人只能逃走。 可离开时,大虎被马延庆给抓到,为了让金梁脱身,他只能牺牲自己,拼死抱住马延庆。 金梁离开后,开始引入深山之中,准备练好爵士武功后再下山报仇。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狠的男人,为了练就万剑穿心的爵士武功,竟将双手不断地插入树干之中,哪怕鲜血淋滴也不管不顾。 九九八十一天后,大功告成,一双手如同铁砂掌一般锋利,顽口大的树木直接被他掏出洞来,之后他又锻炼双腿的爆发力,好增加手掌穿刺的力度。 神功练成后,他又开始了伪装,他先是吞入燃烧的木炭,毁掉自己原本的声音,接着又将滚荡的抹布铺在自己的脸上,好毁掉原本的容貌。 不得不说真够狠的,而他做这一切只是为了杀死背信弃义的大哥,之后精良徒手劈开石头,为大虎向独步还有玉姑立下墓碑,并发誓自己一定会用万剑穿心的绝技为他们报仇学恨。 第二天,他伪装成乞丐,再次来到将军府,并表示自己知道贼人的下落,谁知马延庆居然升官,作为巡抚的他正在郊外狩猎,精良前去寻找,在发现他们之后,精良故技重施,拿出告示要面见马延庆。 在士兵们退下后,他立马偷袭,可马延庆反应迅速飞出了屋顶,而士兵们也趁机围了上来,精良抢来长刀,与他们展开恶战。 面对神功已成的精良,这群小喽啰哪里是他的对手,直接被他手起刀落,一刀一个,很快便被斩杀殆尽。 而昔日的兄弟二人也迎来了最终决战,马延庆先是用出鞭子抽打,之后又将鞭子弄硬当作常见使用,精良不是敌手,只能用轻弓鞭打鞭退。 在鞭子抽打的同时,他以伤患伤砍中马延庆胸口,马延庆被激怒后用鞭子卸下他的长刀,随后开始不断抽打,精良被抽得全身是伤,马延庆见状也使出龙卷风绝技,准备取下他的手机。 精良立马发动万箭穿心,不仅逃过一劫,还顺势击伤马延庆腹部,精良想用轻弓继续周旋,结果马延庆抓住机会,用鞭子废掉了他的左腿,但精良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,不顾疼痛飞身而起,直接将手掌插入了他的天灵盖。 马延庆听着最后一口气甩出鞭子,想和精良同归于尽,然而精良在抓住鞭子后,直接将他拉了过来,还将手掌贯穿他的腹部,也兑现了当初的誓言,让马延庆死在了万箭穿心之下。 影片万箭穿心是邵氏公司的经典电影,是由暴雪李之导,田峰,维红,罗烈等人出演,片中的打戏层出不穷,而且刀刀尽写,可谓是十分精彩。 虽然没有大场面与高科技特效,但还是让人印象深刻,而本片剧情景凑,人设鲜明,全球无尿主,特别是3D精良,未练神功和报仇,不惜毁容的场景,简直是触目惊心。 喜欢功夫老拼的朋友们,一定不要错过。